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那个乌二战争开打到现在有许多的议题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 那我特别想今天问一下虽然行政院在乌二战争开打之后 我们有宣布了四项稳定物资金融市场的相关措施 那不过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令人去安心 我们看到这一周的油价还是上涨的 那油价上涨恐怕会带动这个运价上涨 运价上涨会不会有可能带动相关的这些物价也都去上涨 甚至于像现在有一些粮食啊等等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能不能院长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稳定物价的具体方法 我们对于相关物资受战火波及必定会有影响冲击 但因为俄罗斯不是我们主要的能源来国也不是农产品的进口国 而我们对于相关资源但物资的分散早有因应 所以不是直接冲击 好 我想我们都了解可能不是直接冲击 但是我对于可能联动的影响 我们希望金利部这个地方也要及早能够全面的去了解跟掌握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相关的制裁 我本人非常的同意 其实要对于这种暴力入侵其他民主国家的这种行为要进行制裁 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听到我们也有讲说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怎么制裁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那唯一的其实就是有听到我们的王美化部长有讲到说 我们会跟相关的盟友共同协调制裁方式 那会有共同的作为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因为世界各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纷纷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做他们的制裁 那我们所谓的制裁到底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那另外呢我们所谓的盟友又是哪一些人 我们所谓的共同作为是什么 能不能请这个院长或者部长来说明一下 委员这个制裁就是要越多国家同步越有效 拜登总统就说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国家都是跟美国 院长我的那个问题的焦点是我们要怎么制裁 那国际上一个是金融的部分 一个是出口管制的部分 那出口管制的部分经济部是负责这个部分 那目前呢因为我们贸易法本来就有针对防止武器扩散的相关品项 我们可以审查 那我们今天早上应该也有明确公布 就是这些的品项呢会严格审查 那这些的品项过往本来要出口到俄罗斯就是要来申请许可 谢谢所以部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针对出口的品项 我们今天早上也有公布了具体哪些品项 那根据媒体报道台积电已经停止供货给俄罗斯 这也是在我们这一次我们限制它出口品项的其中之一吗 也是制裁的方式包含在内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吗 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那个公布会它要申请许可才可以出口 这一个部分其中也有半导体但是品项不是很多 第二个呢 台积电有在这个品项当中吗 有一小部分不是全部 那第二个是因为美国已经发布它会用这个华为的模式 也就是说外国产品的这样的原则呢 你如果用到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话你就不能出口 那我们台积电就主动提到说它也不会出口 好的谢谢那这个部分我了解 那因此如果说台积电也的确是在我们这一波这个制裁的品项的限制当中 那未来是不是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还有可能有其他相关的厂商 我们也会禁止它出货到俄罗斯 第一个我刚才讲第一阶段是瓦森纳的品项 我们有这个部分是明确的 第二个部分提到的就是说用到美国的技术 那厂商他们也知道那些他们不会出口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国家在讨论一些细节 那这些细节如果确定之后也会可能会再有另外一波的 会明确的公布相关的品项 谢谢部长 我想在我们有能力来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相关制裁 那又不会损及我们台湾的一些权益 那我也支持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那但是部小的部长跟院长这里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就是说 这个制裁是我们大家认为应该要做的 应该去踏伐它的 那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今天俄罗斯的相关的反制裁的时候 包括我们看到 目前我们有世界很多的国家进行的这个经济的制裁之后 好像俄罗斯现在呢 有限制了大概36国的这个飞机禁止进入它的领空等等 这就是他立即做出的一个反制裁嘛 那未来如果俄罗斯有些相关的反制裁 我们有没有去顾 去考虑到说 哪些地方可能会不会是我们能够承担承受的 或者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因应的 有没有 对这个部分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对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侵略人家主权的一个用武力的方式 那国际同盟大家一起来做 那相关的 如果俄罗斯有什么进行动 我想大家是一起行动 好的 那我再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提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天然气当中啊 我们过去的那五年合约 虽然是今年三月到期 可是以前每一年 我们跟俄罗斯进口大概189万吨嘛 大概占我们天然气进口的10% 其实这个比例是高的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 三月以后不再跟他签约 那未来这个10% 也就是189万吨 要从哪里进口 那我们没有再继续跟他签约 这个算是一个制裁吗 不是 那个约是 其实是在去年就决定 就没有再继续续约 那没有续约 在去年时候就已经 确定是跟哪些国家去签 这个相关的合约 这个没有问题嘛 对吗 那个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 我继续问 如果说这个制裁 我们现在反正是跟着世界各国 那我们能怎么做 我们大家都会下去来支持这样做 可是呢 我觉得说除了现在啊 我们计划要做的 我们可以实际上有一些作为 就是我想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因为乌尔战争 那么因此啊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 这16岁到60岁的男丁都去当兵了 我们有看到很多的难民啊 好像都是这个老弱妇孺的居多 我们也从很多的媒体上面看到很多 这个生离死别的画面 其实我们都非常难过 那现在看到 其实根据报纸的这个报线 那有将近50万的乌克兰人弹民 差不多已经到了50万这样的数字了 那联合国也有说到说 预估会有700万的这个乌克兰人会流离失所 也就是说将来可能会有1800万人 他需要人道的援助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那我知道昨天啊 我们的卫福部跟外交部相关的单位 我们有送去了一批 高达27吨的一个药品跟医疗的器材嘛 那是从先送到德国 然后再想办法去给乌克兰来使用 没有错嘛 那我在想说 如果啊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 像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 有很多的朋友啊 其实都在问我 包括本席自己 我都在想 你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一些捐助 那可以劣进绵薄之力 能够实际地表达 对乌克兰难民的一个关心 跟人道援助 那不知道这个部分 在外交部的部分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管道 是可以让我们的国人 可以尽一点心力来捐款 那这个钱呢 又可以顺利地到达 乌克兰难民的可以使用的地方 啊 谢谢委员 我想 对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全世界谴责 也都愿意给乌克兰帮助 我国也不落人祸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有限 医疗物资已经送往乌克兰送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有什么方式啊 应该就民间 政府也一相关机制 也乐观其者 我想我还明确哦 就是说有什么机制 假如说本席也好 院长也好 我们很多的企业 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 大家愿意来尽一己之力 我们有什么管道 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捐助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下午立法院 就会有一个记者会来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机制 这个是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一起合作 而且配合民间的这个力量 那我相信民间 部长其实你下午就要宣布 其实现在可以提一下 让我们大家知道好吗 这个是我们行政院的一个赈灾的账户 是由我们卫福部所管理的 那这个部分也必须要经过那个特许 然后开放给国人来捐献 那我们现在在程序当中 今天下午记者会就会宣布 所以会有这个管道对吗 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谢谢 那接下来我继续请教院长 那一样根据媒体报道 在27号的时候 我们白俄罗斯通过一个公投 是同意放弃无核地位 然后呢俄罗斯呢 也已经把这个核武移到了白俄罗斯 并且喔 白俄罗斯的军队还接到了所谓的出征命令 请问一下院长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有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 说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这件事情 相关俄罗斯普丁 他有表示 列入警戒 那等等 我们都对于相关国家 动用武力已经严以谴责 还要动用核武 必为全世界所不容 我想喔 这个除了谴责之外 这件事情我们要密集的去掌控它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动用核武 除了对全世界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事之外 我们要知道之后啊 相关的核擴散它不是只有在乌克兰 可能整个欧洲都是 这影响层面非常大 那包括我们的食品啦 那加莱跟这个欧洲之间啊 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些因应喔 我想这一点特别提出来 让院长跟各部会啊 我们要去密集注意这件事情喔 再来 院长 早上听您的报告 您有提到 很多人在说 担心台湾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那您的这个 说法是说 觉得这样的说法 不伦不类喔 您的用词 其实蛮重的喔 但是我必须要讲喔 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名词 现在在推特上面喔 是热搜的第二名 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就是刚才 您认为不伦不类的这个原因 就是说很多人都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在热议这件事情喔 那我倒是觉得啦 对于不同意见啦 其实我们要予以尊重喔 那呃 并不是说大家对他看虽台湾 而是说这真的是一种担忧 它反映出来是一个担忧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国人担忧 诚如现在 部长之前也讲过 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 我们要把自己喔 这个战备军力各方面都准备好 并且我们又要对抗 这个暴力的一个决心喔 我想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喔 那但是呢 如果说 现在喔 世界所有的这些 大家在讨论 都有这样的担心 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安 两岸的情势 那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掌控 再者 今天呢 那个美国总统拜登 也派了跨党派的这个代表团来 我也看到了 这个成员呢 其实成绩比过去都要高 那都是一些这个国安系统方面 非常高阶专业的人员来喔 那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欢迎喔 那也非常的感动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台海的这个和平 来做一个努力 我们也谢谢美国这样的朋友 但是呢 我们另一个方面来看 在这个时间点喔 这么高的一个 这个国安相关的访问团来 那再加上刚才提到说 大家其实还是会担心 台海的状况 不晓得喔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势去升高 还是说 两岸是不是现在有什么情知 会有这个冲突的可能 然后莫非我们有新的军构要进行 是不是能够请院长在这里做个说明 委员 这个美国拜登总统此时此刻 派遣专团专程前来台湾 就是在显现 重视台湾 及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并且美国支持台湾 维护台海稳定 这个作为我们认为是非常事实 而且非常正确 那今这样子的作为 我们对于相关国家 大家来讨论区域情势 也有其必要 那至于说 对于把台湾跟乌克兰 把他认为 类比 我认为是不要类比 所以是不类 那重要的 如果要从中继续教训 是 全兵独武的独裁者 应该继续向俄罗斯 现在献你孤立 让我们台湾 要继续团结抵抗击 您的这个说法 其实早上我也听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也认同 我也认同 我想我们对于这个 要用武力去侵犯 别人的国家这件事情 不用讲 我们其实大家 最苦的是百姓 我们全部都是反对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老弱误辱 未来我们在国防上 我非常支持部长所说的 自己的国家 当然要来自己救 那因此 我们其实这次也看到 乌克兰在这个 跟苏尔之间的 情势升温的时候 对美国是有期待的 那一开始大家都认为 美国可能会出兵 但是到后来以后 是进行别的制裁 那我觉得 我们当然都要去参考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今天来到台湾 那我们如果一心一意 也是只有期待 盟国有帮来出兵 那我觉得 会不会到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失望 甚至于对国安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这个我觉得 要再三来提醒 那以上 那谢谢部长可以先请回 那我想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要提醒一下院长 关于我们的核实进口 那早上大家也谈了很多 本期这里只有几点 第一个 我觉得三院这三配套 稍微空洞了一些 那我们希望 对于我们斯九十的检验 不管是量能 或者是人力 我们都能够去增加 那能够去检验斯九十这件事 第二个 我们对于双证明 或是日方的官方所提供的 不管是产地证明 还是辐射检验的证明 都是日本官方提供的 那我们不要留于日本说了算 那因此呢 是不是能够 我们也有机会 派专人去到日本 去了解一下 它核污染的一个情况 以及它在产地证明 跟辐射污染证明的核发上面 这个流程够不够严谨 那再来呢 我想我们刚刚 我们所有体验的检验 都是在边境 可是我们在台湾 在国内市场的检验 人力跟设备 我希望我们中央也要支持我们地区 谢谢 接下来请